参见王上 都是些不错的美人啊 下回本王唱大戏 不愁没人对戏了 你 站到前面来 来 叫什么名字啊 臣女唐芷蓉 见过王上 她是定远将军 唐伯年的女儿唐芷蓉 年十七 定远将军哪 王上 定远将军唐伯年 常年束手边关 乃太渊一大功臣 这样啊 那国公觉得哪位好 本王便选哪位 选妃这等大事 王上还是自己拿主意啊 那 选了 谢王上 下一个是谁啊 臣女臣相谢 见过王上 啊 啊 回去吧 是 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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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是 陈女语文 哎 怎么还有那么多人啊 王上 这位秀女是北京语文 行行行行行 前方 把御牌送去给国公 国公觉得哪位好 王便选哪个就是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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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王上 莫要跟臣开这样的玩笑 国公请 王上这是折煞臣了 国公 你客气什么 这选秀 虽然是后宫之事 但是也关乎前朝 国公一心为国 替本王选最合适的妃子 自然也是当仁不让的 臣不敢 你 既然如此 本王前面选的 全部作废 今日 本王便开一个仙河 转主意